一大早郑文燦的律师陈永来赶来看守所旅舰 被问到准备的抗告数重点没有多提迅速进到里头 大约旅舰一个半小时陈永来离开桃源看守所 也提到郑文燦现在的状况都很好 他今天有吃早餐了吗 我不知道 他特别抗头 都很好 从1200万元交报逆转成收押境界 传出关键证据居然是郑文燦自己的手机 检察官三度提抗告让郑文燦收押 而传出关键的证据 竟然是郑文燦他为了自清自己交出他的手机 结果反而被查出7月5号他跟秘书的对话 认定他有串政的可能 7月9号晚上在郑文燦交报之后 检察官马上再提抗告 书状内多了一项新证据 居然是郑文燦与秘书实验庭传讯息的内容 郑文燦从日本回来之后 检察官5号上午要约谈 但他宣传讯息给秘书实验庭 讯息的内容与应讯时达变方向相同 被认为已经有管道得知检察官侦办方向 甚至也透过实验庭与被收押的白手套 料线副子帮忙传递讯息 因此认为有串政之余 郑文燦提早掌握到检调的动作 检察官今天是要开积压庭吗 前一晚桃园地检署检察官陈嘉义 才让郑文燦收押 没有想到台速退休高层杨兆林 也被抗告成功 上午再开积压庭 杨兆林在6月第一波行动时 350万元交保 检方抗告后6月21号再开收押庭 保金提高到1000万元 有没有可能眼力转 让杨兆林也被积压 就看这回陈嘉义有没有拿出心事证 TVBS新闻走不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